有些新生兒一出生耳朵 就會有先天變形的問題 不少人都認為說長大了再說吧 這不僅影響到外觀 也會讓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 留下心理創傷 門路院復健科醫療團隊表示 其實只要掌握新生兒耳朵矯正的黃金期 可以避免手術風險 有效改善耳朵變形 趕快恢復正常的耳形 就是小朋友剛出生的時候 我們都會檢查他的聽力 還有他的四肢有沒有健康 然後我在檢查聽力那時候我就發現說 我們家裡的小寶寶那個耳朵 是縮到那個 頭這邊的 對 縮到裡面去的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發現之後呢 我們也是蠻緊張的但是因為 這個都沒有什麼醫療紀錄說 這個是可以治療好的啦 大家都說長大要開刀 我當時就因緣去遇到一個小妹妹 她眼睛就是帶歪歪的 然後我再仔細看她 她發現她好像沒有耳朵 我就問她她說不是 她剛出生的時候 耳朵就會縮在裡面 然後呢就我才發現說 這長大不會好耶 因為她就是黏一個黏土在這邊 然後才有辦法戴眼鏡 這樣子 那時候才驚覺說長大不會自己好 所以趕快來門樓醫院這邊來求助 新手爸爸葉先生 在女兒剛出生的時候 就發現她幼耳有銀耳症的情形 讓夫妻倆都好緊張 詢問了許多醫療院所 得到的回應不是長大就會自然好 就是等長大再開刀 直到一個醫院機會下 才讓葉先生驚覺 要趕緊帶小朋友接受治療 於是輾轉到了門洛醫院復健科 經由醫師及職能治療團隊協助 利用父母製作專屬的耳朵矯正器 經過將近四個月的摻帶和治療 最後才順利讓葉小妹妹的耳心恢復正常 針對記者的回答我來回答一下那個發生率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發生率在近幾年來 其實它是逐漸在提升的 從5%到50%是逐漸提升的 那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其實是大家對於外觀的發現 是越來越重視的 那因為以往可能小朋友要活下來就不容易了 那近幾年來漸漸的發現 其實這樣子耳朵外觀的影響其實是蠻大的 那其實目前來說沒有標準的發生率 但是幾乎落在大概可能10%到30%左右 其實這樣的發生率不低 只是程度上面的差異會讓大家容易去忽略它 目前文獻是提到在一歲以前的矯正 都還會有明顯的改變 但是在一歲之後我們剛剛提到的 小朋友體內的磁激數開始慢慢的降低 耳朵也開始漸漸的被定型 這時候再開始做矯正 其實效果就來的差了一些 我們的治療黃金期 我們會建議在一個月以內 那越早開始矯正是越好的 出生後一週就可以開始做矯正 雖然透過矯正器 就可以有效改善新生兒的外耳奇形 但並非是所有情況都適用 治療師張亞軍表示 如果是貼身耳朵結構的缺失 比如小耳症 沒有外耳組織等等 就必須透過手術來治療 而醫師也建議家長 如果發現孩子耳朵外形異常 不論嚴重與否都不要輕忽 應該儘快求醫進行諮詢 評估是否適合進行矯正 這個學歷群 華聯士報導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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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